飞機起飛囉 欸 怎麼突然好想放屁 但在飛機上實在是好尷尬啊 你有這種困擾嗎 一大院未強肝膽科主治醫師王文倫就開始囉 飛機起飛後 機場的壓力可能比平地來得低 這時腹部的壓力就很像從平地拿到高山上的氣球 內部壓力遠高於外部導致膨脹 因此腸道內的氣體也比較容易在高空時從體內竄出 而一半民眾會覺得在室內空間放屁好尷尬 有些人會習慣性憋住 王文倫就提醒如果人一兩次還好 如果是長期想放屁卻忍住不放 那就得當心可能會造成負壓升高 腸道壓力可能會讓腸臂脆弱部分形成腸道氣勢 氣室內容易整身細菌更容易導致腹脹 王文倫指出 有時候一直放屁放不停 還伴隨體重減輕 解血變黑變 就得當心可能是因為腸內腫瘤導致的便秘 造成細菌大量滋生並產生氣 也會導致容易放屁 王文倫表示 另一種想放屁卻放不出來的很多是長期便秘者 因為體內有較多素變 也容易造成腸道細菌滋生 此外食物也可能是造成容易放屁的原因之一 高糖高油脂食物 像是乳肥豬肉炸物等 都容易讓腸道氣體增加 如果改善飲食症狀卻沒有解決 那就應該到肝膽腸胃科做一下內視鏡檢查 及早了解是否有腸道腫瘤問題